以西结书 第37章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 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 将我放在平原上 这平原变满海骨 它使我从海骨的四围经过 水之在平原的海骨甚多 而且极其枯干 他对我说 人子啊 这些海骨能复活吗 我说 主耶和华呀 你是知道的 他又对我说 你向这些海骨发预言说 枯干的海骨啊 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对这些海骨如此说 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我必给你们加上金 使你们长肉 又将皮遮蔽你们 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 于是我尽量的海骨 于是我尽命说预言 正说预言的时候 不料有响声 有地震 不与骨互相联络 我光看 见海骨上有筋 也长了肉 又有皮遮蔽其上 只是还没有气息 主对我说 人子啊 你要发预言 向风发预言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气息呀 要从四方而来 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 使他们活了 于是我尽命说预言 气息就进入海骨 海骨便活了 并且站起来 成为极大的军队 主对我说 人子啊 这些海骨就是以色列全家 他们说 我们的骨头枯干了 我们的指望失去了 我们灭绝静静了 所以 你要发预言 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民啊 我必开你们的坟墓 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 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 我的民啊 我开你们的坟墓 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必将我的灵 放在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 你们就知道 我耶和华如此说 也如此成就了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的话 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取一根木杖 在其上写 为犹大和他的同伴 以色列人 又取一根木杖 在其上写 为约瑟 就是为以法连 又为他的同伴 以色列全家 你要使这两根木杖 接连为一 在你手中成为一根 你本国的子民 问你说 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只是我们吗 你就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 以色列支派的杖 就是那在以法连手中的 与犹大的杖 一同接连为一 在我手中成为一根 你所写的那两根杖 要在他们眼前 拿在手中 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将以色列人 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 又从四围聚集他们 引导他们归回本地 我要是他们在那地 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 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 他们不再为二国 绝不再分为二国 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 并一切的罪过 玷污自己 我却要救他们 出离一切的住处 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 我要洁净他们 如此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 我的仆人大位 必做他们的王 众民必归一个人 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 谨守遵行我的律例 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 仆人雅各的地上 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 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并子孙的子孙 都永远住在那里 我的仆人大位 必做他们的王 直到永远 并且我要与他们 立平安的月 作为永远 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 使他们的人数增多 又在他们中间 设立我的圣所 直到永远 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 我要做他们的神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 直到永远 外邦人就必知道 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 以西结书 第三十八章 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面向马各地的哥哥 就是罗斯 米社 土巴的王 把预言攻击他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罗斯 米社 土巴的王 哥哥呀 我与你为敌 我必用钩子 钩住你的腮夹 吊转你 将你和你的军兵 马匹 马兵带出来 都披挂整齐 成了大队 有大小盾牌 各拿刀剑 波斯人 古诗人和福人 各拿盾牌 头上带盔 哥灭人和他的军队 北方急处的 陀加马族和他的军队 这许多国的民 都同着你 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各队 都当准备 你自己也要准备 做他们的大帅 过了多日 你必被拆派 到末后之年 你必来到脱离刀剑 从列国收回之地 到以色列 长久荒凉的山上 但那从列国中 昭聚出来的 必在其上 安然居住 你和你的军队 并同着你许多国的民 必如暴风上来 如密云 遮盖地面 主耶和华如此说 到那时 你心必起意念 图谋恶计 说 我要上那 无城墙的乡村 我要到那 安静的民那里 他们都没有城墙 无门 无栓 安然居住 我去 要抢财为卤物 夺货为略物 反守公基纳 从前荒凉 现在有人居住之地 有公基纳住世界中间 从列国招聚 得了牲畜财货的民 士巴人 抵诞人 踏实的客商 和其间的少壮狮子 都必问你说 你来 要抢财为卤物吗 你聚集军队 要夺货为略物吗 要夺取金银 掳去牲畜财货吗 要抢夺许多财宝 为卤物吗 人子啊 你要因此发预言 对哥哥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到我们以色列 安然居住之日 你岂不知道吗 你必从本地 从北方的极处 率领许多国的民来 都骑着马 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 哥哥呀 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 以色列 如密云遮盖地面 末后的日子 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 到我在外邦人眼前 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 好叫他们认识我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在古时借我的仆人 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 就是你吗 当日他们多年预言我 必带你来攻击以色列人 主耶和华说 哥哥上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时候 我的怒气要从鼻孔里发出 我发愤恨和烈怒如火说 那日在以色列地 必有大震动 甚至海中的鱼 天空的鸟 田野的兽 并地上的一切昆虫 和其上的众人 因见我的面 就都震动 山岭必崩裂 兜岩必塌陷 墙园都必瘫倒 主耶和华说 我必命我的诸善发刀剑来攻击哥哥 人都要用刀剑杀害弟兄 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 我也必将暴雨 大暴雨火 并硫磺降于他和他的军队 并他所率领的众民 我必显为大显为圣 在多国人的眼前显现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以西结书 第三十九章 人子啊 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罗氏 米社 土巴的王哥哥呀 我与你为敌 我必调转你 领你前往 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 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 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 从你右手打落你的剑 你和你的军队 并同志里的列国人 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上 我必将你给各类的质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 你必倒在田野 因为我曾说过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要降火在马哥和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要在我民以色列中 显出我的圣名 也不容我的圣名再被亵渎 列国人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以色列中的圣者 主耶和华说 这日事情临近 也必成就 乃是我所说的日子 主以色列成一的人 必出去捡气泻 就是大小盾牌 弓箭 挺杖 枪矛 都荡柴烧火 直烧七年 甚至他们不必从田野捡柴 也不必从树林伐木 因为他们要用器械烧火 并且抢夺那抢夺他们的人 掳掠那掳掠他们的人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当那日 我必将以色列地的谷 就是海东人所经过的谷 赐给哥哥为坟地 使经过的人到此停步 在那里 人必葬埋哥哥和他的群众 就称那地为哈门哥哥谷 以色列家的人必用七个月葬埋他们 为要洁净全地 全地的居民都必葬埋他们 当我得荣耀的日子 这事必叫他们得名胜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他们必分派人时常寻查遍地 与过路的人一同葬埋 那尚在地面上的尸首 好洁净全地 过了七个月 他们还要寻查 寻查遍地的人要经过全地 见有人的海谷 就在旁边立以标记 等葬埋的人来将海谷 葬在哈门哥哥谷 他们必这样洁净那地 并有一城名叫哈摩纳 人子啊 主耶和华如此说 你要对各类的飞鸟 和田野的走兽说 你们聚集来吧 要从四方聚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 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 好叫你们吃肉喝血 你们必吃永世的肉 和地上熟灵的血 就如吃公棉羊 羊羔羔 公山羊 公牛 都是巴山的肥处 你们吃我为你们所献的祭 必吃饱了汁油 喝醉了血 你们必在我席上 保持马匹和坐车的人 并永世和一切的战士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必嫌我的荣耀在列国中 万民就必看见 我所行的审判 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 这样 从那日以后 以色列家必知道 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列国人也必知道 以色列家被掳掠 是因他们的罪孽 他们得罪我 我就掩面不顾 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 他们便都倒在刀下 我是照他们的污秽和罪过 带他们 并且我掩面不顾他们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使雅各贝路的人归回 要联名以色列全家 又为我的圣民发热心 他们在本地安然居住 无人惊吓 是我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回 从仇敌之地召来 我在许多国的民眼前 在他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 他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 和干犯我的一切罪 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 后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 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 因我已将我的灵 浇灌以色列家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以西结书 第四十章 我们被掳掠第二十五年 耶路撒冷城攻破后十四年 正在年初 月之初十日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 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 在神的意向中 带我到以色列地 安置在至高的山上 在山上的南边 有仿佛一座城建立 他带我到那里 建有一人 颜色如同 手拿麻绳和凉度的杆 站在门口 那人对我说 人子啊 凡我所指示你的 你都要用眼看 用耳听 并要放在心上 我带你到这里来 特为要指示你 凡你所见的 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 我见殿四围有墙 那人手拿凉度的杆 长六轴 每轴是一轴零一掌 他用杆凉墙 厚一杆 高一杆 他到了朝东的门 就上门的台阶 梁门的这坎 宽一杆 右梁门的那坎 宽一杆 又有卫房 每房长一杆 宽一杆 相隔五轴 门槛 就是挨着向殿的狼门槛 宽一杆 他右梁向殿门的狼子 宽一杆 右梁门狼 宽八轴 墙柱厚二轴 那门的狼子向着殿 东门洞有卫房 这旁三间 那旁三间 都是一样的尺寸 这边的柱子和那边的柱子 也是一样的尺寸 他梁门口 宽十轴 长十三轴 卫房前展出的境界 这边一轴 那边一轴 卫房这边六轴 那边六轴 右梁门洞 从这卫房顶的后沿到那卫房顶的后沿 宽二十五轴 卫房门与门相对 右梁狼子六十轴 墙柱外是院子 有狼为戒 在门洞两边 从大门口到内廊前 共五十轴 卫房和门洞两旁住间并廊子 都有严谨的窗帘 里边都有窗帘 柱上有雕刻的棕树 他带我到外院 简院的四围有铺石地 铺石地上有屋子三十间 铺石地就是矮铺石地在各门洞两旁 以门洞的长短为度 他从厦门两到内院外 共宽一百轴 东面北面都是如此 他两外院朝北的门 长宽若干 门洞的卫房 这旁三间 那旁三间 门洞的柱子和篮子 与第一门的尺寸一样 门洞长五十轴 宽二十五轴 其窗帘和篮子 并雕刻的棕树 与朝东的门尺寸一样 等七层台阶上到这门 前面有篮子 内院有门与这门相对 北面东面都是如此 他从这门两到那门 共一百轴 他带我往南去 见朝南有门 又照先前的尺寸 量门洞的柱子和篮子 门洞两旁 与篮子的周围都有窗帘 和先前的窗帘一样 门洞长五十轴 宽二十五轴 等七层台阶上到这门 前面有篮子 柱上有雕刻的棕树 这边一棵 那边一棵 那院朝南有门 从这门两到朝南的那门 共一百轴 他带我从南门到内院 就照先前的尺寸 量南门 卫房和柱子 并廊子都照先前的尺寸 门洞两旁 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帘 门洞长五十轴 宽二十五轴 周围有廊子 长二十五轴 宽五轴 廊子朝着外院 柱上有雕刻的棕树 等八层台阶上到这门 他带我到内院的东面 就照先前的尺寸量东门 卫房和柱子 并廊子都照先前的尺寸 门洞两旁 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帘 门洞长五十轴 宽二十五轴 廊子朝着外院 门洞两旁的柱子 都有雕刻的棕树 等八层台阶上到这门 他带我到北门 就照先前的尺寸量那门 就是两位房和柱子 并廊子 门洞周围都有窗帘 门洞长五十轴 宽二十五轴 廊柱朝着外院 门洞两旁的柱子 都有雕刻的棕树 等八层台阶上到这门 门洞的柱旁有屋子和门 祭司在那里洗凡祭生 在门廊内 这边有两张桌子 那边有两张桌子 在其上可以宰杀凡祭生 赎罪祭生和赎签祭生 上到朝北的门口 这边有两张桌子 门廊那边也有两张桌子 门这边有四张桌子 那边有四张桌子 共八张 在其上祭司宰杀犀牺牲 为凡祭生有四张桌子 是凿过的石头做成的 长一肘半 宽一肘半 高一肘 祭司将宰杀凡祭生 和平安祭生所用的器皿 放在其上 有钩子 宽一掌 定在廊内的四围 桌子上有牺牲的肉 在北门旁 内院里有屋子 为歌唱的人而设 这屋子朝南 在南门旁 又有一间朝北 他对我说 这朝南的屋子 是位看守殿宇的祭司 那朝北的屋子 是位看守祭坛的祭司 这些祭司 是立位人中撒都的子孙 进前来 侍奉耶和华的 他又良内院 长一百肘 宽一百肘 是建方的 祭坛在殿前 于是 他带我到殿前的廊子 梁廊子的墙柱 这面和五肘 那面和五肘 门两旁 这边三肘 那边三肘 廊子长二十肘 宽十一肘 上廊子有台阶 靠近墙柱 又有柱子 这边一根 那边一根